音乐 音乐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原因世家,我是昭和 那在冬季呢,很多花有面对整个掉叶子的院子呢 都感觉无从下手的样子 那今天我们节目里的嘉宾呢 就会使用到冬季里能够购买入手的植物 来点亮我们整个院子 它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Gills 大家好,我是Gills 今天呢是为大家来制作一些适合冬季观赏的组合盆栽 可以大家运用到冬季的庭院里面 组合盆栽其实对盆栽呢也是非常的注重 这样的一个大的铁皮的方盆呢 非常适合做以甘蓝或者是绞紧为主题的这个组合盆栽 像这样的盆栽的话应该属于杂货 对,杂货风的 对的,杂货风的花盆栽 杂货风的这些都很特别 你是哪里找到的 这些其实是在淘宝一家非常有名的杂货花园的店铺里找到的 我是在他们买了之后才注意到这个 就是每个都不一样,所以很漂亮 对,然后它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做旧的风格 其实就非常适合日系盆栽的一些运用 好的,那我们就是开始吧 行,我们通常会铺一些陶粒作为它的一些排水的这个机制 好,我们垫好陶粒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不就是填土 对,那填土呢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有常用的一些泥碳和珍珠盐 然后对,加上一些颗粒有助于它排水 然后最后呢,再添加一些缓氏肥作为它的肥料 添加到一半的深度 好,这个呢已经就是一半的深度了 那看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先选出粉色系的一些植物 对 我们可以根据,其实根据材料的一些高低错落或者是一些大小 然后呢去把它进行一个摆放 所以我们先可以在空的地方把它摆一下 对,爆春 爆春是比较高比较大的植物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放在正中间 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像脚颈,三色颈这种比较细碎的话呢 我们会穿插在这些植物的之间 那我们以鱼甘蓝 鱼甘蓝呢,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大 但又是扁平的植物呢 我们会通常放在这个植物的四周 作为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摆放 最后呢,我们可能添加一些很细碎的叶彩 叶子,然后作为一个它的一些填充 填充,这样的话我们一盆组合盆栽 就大致是这个形式 我们最后呢就可以开始,对,种在里面 好,我们脱好盆的这个爆春花呢 其实可以看一下根系是非常非常好了 因为它是冬季的一个使令材料 所以它的生长期呢就是完全在冬季 那像爆春这种材料呢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把它的土去的特别多 因为它对,它如果根系受伤的话 它的生长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通常呢,我们拿到爆春之后 会先检查一下它的,比如说有黄叶的现象 我们可以先把黄叶都剪掉 对,黄叶都剪掉 然后如果有爆春叶子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稍微的修掉一点 这样的话,不会显得整棵植物特别特别的大 与其他的植物不能很好地去融合 拖好盆,然后削减好这个残花和狂叶之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个表面的土去掉一点 去掉一点 保留它根系这一块盘起来的这个部分 然后轻轻的把它捏一下 只有这个目的 对,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减小这个土团 因为组合通常会比较多的植物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们的土团 好,我们这样就先放在它正中间 然后挑选一个比较好看的面 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赏面 好,是这样的 好,我们这次呢会用到两颗爆春 因为整体的风格会比较的协调一点 通常呢,组合盆栽也要根据盆的这个高度 来决定整体植物的高度 一倍或者是两倍是最合适 然后也是最协调的 好,我们做好这个 好,我们主体就已经出来了 对的 好,地下区这些都是要这个 填充的 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是脱盆这个三色井 那像三色井这种植物呢 其实我们把它的根系稍微去掉一点 缩小它的土团就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这种植物它在冬季生长缓慢 根系的去除对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们只要保留它更新图 就是最中间的部分是完整的就可以 好的 我们可以穿插在这个爆春和两颗爆春之间 那我们可以做一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那个植株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羽衣甘蓝 那像羽衣甘蓝这种冬季的植物呢 它通常是在秋天播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 根系也是冬季也是长得非常不错的 但是像羽衣甘蓝这种植物呢 因为可能它的土团有点大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土团更多的去掉 去掉会比较多 我们抖到差不多土减少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的还是要握紧 还是要握紧 这个特别像做寿司 我觉得有点像做青团 对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现在已经种植的这个盆栽 我们看一下这颗因为体量比较大 对 所以我们可以种在这个三色井的对面 让它作为一个两个点的支撑 那这么一盆的话 在大包有地区露天时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好的 那我们通常羽衣甘蓝都集中在了这个角 对吧 这个角上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旋转过来 发现这个角还没有太多的羽衣甘蓝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再填充两颗 再进去 对 好了 最后一颗 对 我们就往里照 这样子是不是就紧差不多了 对的 然后我们觉得 它可能还有一些空的地方 空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最后加入这个花叶落石 像落石这两种非常 也是非常耐寒的植物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它这个根系 或者是一些植株的掌势 我们进行分株 哦 落石其实可以完全分到这种状态去种植 接近裸根的这种状态去种植 如果是过长的更新 我们可以稍微的 稍微轻轻的盘一下 把它揉成一个团 对 然后我们去填充在这些 空的地方 真的很粉的 我就感觉天天爆发 它就像那种微缩的 迷你花园一样 好 最后呢我们将所有的植物都填充好了之后呢 就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步 就是 在它周围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有没有一些要填土的地方 嗯 我们进行一些 还是要给它填上一些土 对的 填上一些土 像这样的 以暴春或绞颈为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对的 植物的话我们可以 观察到五月份 非常久 非常久的时间 大概五个月的时间 对的 因为是冬季的植物能生长 所以我们也不急着要铺面 对吧 对 就让它全是涂好了 因为这盆种的比较满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铺面的那个作用了 好 最后呢我们要用到一点小工具 就是这根 这个有 竹签 然后我们去稍微的 轻轻的按压一下 好 我们在最后呢 整理一下这个 比如说一些植物啊 像落石 嗯 这种植物 绞颈这一类的 那不要太乱 对的 然后它体现一下这种 生长的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们的组合盆栽就 完成了 这样粉色系的组合盆栽 就 完成了 好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冬天如果在花园里面放上 这么一棵的话 今年的这个 桃花一定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 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即将会组合一盆 这个 很具有这个gill的特色的一个盆栽 好 我们让它来这个给我们讲一下 好 这次呢就是选择了代价 可能马上就 因为要年过年了嘛 嗯 所以呢就选了一个红色系的植物 来做一个组合盆栽 嗯 这次看 这个也是搭配了一个 同红色系的一个杂货风的花盆 也是很浅的 一个比较大的花盆 然后植物的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些植物到时候我们会全部的使用上 好 我看到的这个颜色好像这个打翻了的墨汁一样 对非常的深 在这个新年里面打翻了一瓶墨汁的感觉 好 我们开始吧 好 那大家看到这次的盆呢 其实是比较浅的 哦 浅的盆 那这样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铺面的选择上可能不会有那么深 我们可能直接铺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嗯 只要保证它是有底孔能排水就可以了 好 填土呢 其实也是非常保利 所以这个盆 相对来说是属于浅盆一类的 好 我们填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种植 我们可以种最中心点的植物 就是我们刚刚选出来的这颗 比较华丽的蓝色紧 好 拖盆 好 这个盆相对来说比较小呢 其实我们就稍微轻轻的去掉点土 然后压一下 嗯 就可以了 好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好的面去观赏 好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爆春花 还是像之前一样我们把它拖盆 我们拖好盆之后呢 按压一下 按压一下缩小它的土团 嗯 好 我们根据它的一个方向啊 开花的方向呢 我们我们去种在这个盆边 我们以这个比较斜的一个角度去往外种 它不是这样垂直的 它是往外 对往外种的 嗯 就是我们填三颗的爆春花 捏一下 我们根据它的一个方向来决定 轻轻的按压 好 最后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大体的 比较大体量的红色系 这植物 就已经好了 就刚刚完全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大体量的这些材料去使用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添加一些小的 甚至是一些官业的植物 嗯 我们来野芝麻 野芝麻这个植物好像是第一次 对 野芝麻 野芝麻其实在 所以它是一个园艺品种 是的 野芝麻其实在 嗯 组合盆栽中非常的适用 它很多不同的叶色 包括像一些 所以它的植株会跟 长芝麻一样长得很大 哦 不会它是慢生的 哦 原来是慢生的 它是铺地慢生的一些植物 多年生的吗 对多年生 然后春天呢会开黄色的花 不同的品种 会有不同颜色的花 所以它的花有多大 其实很小 像一小串 就顶端一小串 一小串 哦那也是很漂亮的 跟它的叶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的 好 我们添加在这些 这两 这几种植物的中间 嗯 好 然后我们拆一下这个黑龙麦洞 黑龙麦洞 像这盆比较大的 它其实生长是非常缓慢的 可能说一年就可能长两到三个侧芽 我们会把它 嗯 根系上 如果它是比较 挤的这种呢 我们可以把它 拆分出来 拆分出来 两株 两株 对 种到两侧 对像这种线性的植物呢 非常适合的把它藏起来 嗯 然后把它的那个 只是把它的叶子 给露出来 对的 嗯 嗯 这个很大 大一株 像这种已经达到裸根种状态的植物呢 可能说我们要再填一点土 先加一些土 对 因为我们需要它在花盆里面是有支撑的 嗯 像这种其实是 嗯 长的慢呢 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做组合的 因为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体型上的变化 嗯 那为什么其实说那么喜欢组合盆栽呢 其实也是一个 呃 说你可以在 这个很小的容器里面种上很多你喜欢的花材啊 这一类的 你了解它的观赏其实真的非常的长 对 然后就是说你可能 如果说你是阳台或者是一些 嗯 窗台的 一些朋友 就非常适合一些就是 比如说我们没有画画也没有问题的画员 对对 有阳台或者说有一个小小的院子这样子的 对 家庭非常适合种这样子 那非 那如果是又是非常喜欢种花的呢 就可能说我要做一盆组合 就能把 嗯 自己喜欢的花都种在一起 好多品种啊 品种收集空也是可以 来这样子做的 对对 好 我们种好了这种线性的植物之后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大的液彩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些 凡根 对这个是非常暗色的黑钥匙 可以轻轻的压一下 还是以同样的这个以爆春花这样的形式去种植 就是我们把这个 它是以三个点作为一个三角形去种植的 三个点作为三角 所以凡根呢我们也通常是以三个点 我们好像这个种很满了 好像有点种不下 对的非常非常的满 其实这盆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感觉 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说我们要去驱舍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在制作前可能会准备比较多量的一些植物 像这种如果是边缘这种可能已经空间很小很小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图团 击扁 对压扁成为一个扁瓶状的 这样呢也是比较好去进行我们的种植操作的 在前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好像也有介绍过这种种植的方法 就把它根系压别 不会算到它的根系 就可以这个节省一下后面结 对 像这样呢其实已经大致上是非常非常满了一个 嗯 但是你还不满足还要往里面进去 对因为我很想很想要加入这个非常漂亮的小兔子脚镜 那这样呢我们现在有三盆小兔子脚镜 然后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比如说这个 非常可爱非常长的这种酒红色的品种 大家在这个里面是非常漂亮的 颜色也非常的匹配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还是很想用这个小兔子脚镜 那像这个呢是当时多准备了一份小花的品种 那像这样点击圈它可能太不起眼太小了 对这整体花形上来说都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舍去这一盆非常可爱的脚镜了 我们现在就剩两盆脚镜来去作为一个填充 我们可以大家先看一下 去选择一些比较空的地方 比如说这边 这边是比较空的位置 这边比较空的我们可以在脚颈就填在这种位置上 像已经这么满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把土团更加的去缩小它 我们可能缩到它整体植株还要在小的一个面子 对像这样非常长的 然后我们挑选一下它的那个划开的一个面 观赏面 然后我们进行再填一些填图 然后整理一下它的一些方向 这样呢整体其实是非常灵动的 这个就变火了 对它有一些比较高挑的部分 像这边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边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空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空的位置 那我们正好填一颗脚颈 小兔子脚颈 好我们填好这些材料呢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一些三叶草非常可爱的 这种紫叶很可爱很小的感觉的植物 那这种情况下像很满了 已经塞不下了的情况下 如果你还想添加呢 就是我们把这种一定要添加这种很细碎的东西了 我们把它拆开 然后呢 叶子很小很小的 对还可以往里加 然后我们把它打到这个裸根的状态 你可以把它进行分株 像那个三叶草就是比较适合去剪开分株分成小醋 这个因为会生长会往下 它是那种下垂形的植物 所以呢我们在 我们通常都会种在这些 边部的地方 对让它 它等到开春的时候 它就会长满这整鱼变 非常好看 对的 那我们这个作为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啊 我希望在这里面加上一点大红色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我们加上一个G 我找到一个G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这个其实是冬季 也是只有冬季 才会有的一些南天煮的果实 非常漂亮的红色 它是一串的 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呢 正好有一些比较长的杆子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装饰 额外的装饰 可能剪短一点 就马上就整个亮起来了 感觉大过年的是吧 我们可以在 穿插在这些植物的一些细小的空隙里面 好这样呢我们就组合盆 完成了这个红色系的 可以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尝试一下 也是非常有这个气氛和氛围的 好 那在刚刚休息的期间呢 这个我们做盆小的那时候 GLC就已经又准备好两盆盆栽组合 我们来给看一下这个 G盆呢 其实是以白色系 全部的白色系的植物去做的一个盆栽 你看起来它比较欧式 它用的花盆也比较 对是欧式的这种铁皮的花盆 又是白色系 其实是 所以我们这次还是选择了一些白色系的植物 去做的一个装饰 然后用整体的长春藤去围绕了这个花盆 也是像雪花一样非常漂亮 也是很小清新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比较长的长春藤的话 它可以就是可以围绕起来用 而不用只是单单的垂下来 对对对 围绕的话我们围绕之后呢 用一些工具去固定它就可以了 像这一盆呢 其实是说我们刚刚做的一些组合 都是放在地面上或者说桌子上的 像这个呢 我们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花期 它是可以立面去使用的一些 挂盆 嗯 我们可以挂在一些墙上呀 或者是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 那这个呢 选了一个复古色的颜色 作为一个 这个还蛮复古的 对一个主角 因为这个花期呢 颜色也是带点黄色 带点绿色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 偏黄一点的复古色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还是选用了角景 冬季真的是非常棒的植物 然后呢 这个是古风黄色 你看非常复古的黄色 非常漂亮 它有一些金属色系在里面 对对对非常漂亮 而且它有点褶边的感觉 哦 那这里呢还用了一些棕黄色的台草 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台草 所以这个是活的吗 是是正在生长的 它是我们培育的非常漂亮的这种棕黄色的品种 所以这个叶子是火的对不对 是火的 哦 是实在生长的 就是这个颜色 对 我们还以为是这个棕绿 全年都是这个棕黄色的颜色 也是非常适合做那种 嗯 复古色的组合盆栽 嗯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组合盆栽啊 我们单单反根 我们刚刚就组了有三种 对三种 对然后角景 然后又是可以开到五月份的 还有其他各种这个一年四季 都是保持这种颜色不变的啊 这个 我觉得可以选择的材料非常非常的多 是吧 做了这么多组合盆栽呢 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做组合盆栽 当你动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乐趣 非常多像你自己 梦想中的花园 你可以去实现它 嗯 好我们平时经常提到SAKAKA 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它就是杂货风格 那杂货风格是什么呢 杂货风格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可以拿到的一些废旧的物品 比如说篮子 比如说一些小器皿啊 把它跟植物结合起来 使它们焕发新生 那这样子使植物更加的漂亮 这样子呢就是SAKAKA 那我们今天找到了一家 杂货非常多的园子 然后我们找到它的主人 我们一起来拜访一下它 它就是我们的Coco 哈喽 赵和你好 你平时的话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收集这些 就是古老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园子 你肯定要照顾它一年四季 就趁下秋冬的时间 那花草之类的它肯定在春天夏天秋天 可能表现会好一些 那整个冬天你整个园子不至于太萧条的话 我们肯定需要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来陪衬 所以呢 我看网上有一些图片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这一块 听说你是从去年 对 17年 17年的夏天 17年的夏天 我们后面的那个门廊 就是17年的6月份 我才开始做的 然后 为什么会选择那么一个大夏天的时候 来做这个东西呢 我主要是想 我趁夏天把它做好了以后 秋天我就可以把一些漂亮的植物填充进去 那我再放一些杂货 它整个就会立体饱满一点 这个我想要的效果可能就会呈现出来了 就很分敷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会选那么一个 天那么热的时候 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嗯 那我听很多花草说呢 你这个淘宝的功力很厉害啊 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其实淘宝也不是说我功力好 就是身边有很多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 嗯 他们可能会比我走的前的多 就是他们踏入园艺界也可能有很多 早很多 对对 他们功力很深 对对 所以他们呢 会毫无保留的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我 分享给我 所以我应该也是属于走捷径的吧 我觉得 嗯 比如说我们呃 这个这个铲子 这个铲子是是新时介绍给我的 嗯 看到这个铲子很厉害 对对对 它是一个呃 就专门卖杂货的 店铺 对 卖家 它的东西都很漂亮 其实我这里面还有好多东西都是他那里买的 嗯 然后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哦 这个是小的 呃 这个叫什么 热水壶还是什么的 这个应该是呃烧热水的吊子吗 我们这边 吊子对 吊子 对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用来煮酒的 嗯 它是 它来自于哪里 这个呢 我是也是今年 我去大别山 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那个地方 嗯 呃我们去那里写生 嗯 然后呢 当时候那个山里面其实很少人家 就基本没有什么呃人 没有没有住户 没有村民 然后我们走的走了很久 那个山路也不好走 看到有一个房子其实比较破旧的 嗯 然后看到里面有一对老夫妻 然后我们走进去了以后呢 它的房子分一个厨房 一个呃客厅类似就是我们现在类似的客厅 嗯 当然所谓的客厅它只有一张方的桌子跟几张椅子 嗯 然后我走到他们厨房里面就看到 这个 还有这个 啊这个 对对对 我当时候 哇我觉得我我眼睛都亮了 哦 它是挂在一个树叉上的 它可能是自己 嗯 附近的那个树上砍下来了一根树叉 然后就这么挂着 挂着以后我就问我说 哎我说我说阿姨这个能不能 卖给我 对对 对然后 但是呢他说呃我不好收你钱 嗯 就他们很淳朴嘛 可能那边 平常也没有多少人 就是 就是还未开发的 就是还未开发的 对对对 没多少人去 村民很淳朴 对然后然后他们也不愿意收我钱 但是 你知道 这个本来就已经是自己很心爱的东西了 呃 人家 可能也用了很多年 你就会补贴一天 给他们 所以我想我肯定要 再怎么样我也是应该要 要补贴 对对 这是一个爱杂货的心 那那里收过来了 还有这个 几个唐子杯也是他们那里的 这个 哦这都是一套 都是他们那里的 哦这如获至宝 对对对 我见过很多唐子梅 但是这样的形状 我从来没见过 这种花样的可能比较少一点 对你讨到宝 哈哈 我回来还一直给人家献宝 嗯 我会跟其他那些喜欢的人拍照给他们看 说得到了那些那些东西 那还有这个 我看到你们园子里有很多分类集的东西 比如说竹台 嗯 比如说鸟笼 嗯 就是你是呃 看到就把他们采集过来 还是说你有统一的去 就是买的 呃 我应该是没有 没有说规划 没有规划说我今天要买什么 明天要买什么 是很随性的 对我哪天看到了这个东西 对我演了 嗯 嗯 我觉得我喜欢 嗯 我就会把它买回来 哦是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杂货的魅力就在这 价格不能太高 哈哈 就要是经济实惠啊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的这个杂货的花园吧 好的好的 嗯 好我看到这个 这个糖瓷的 嗯 是瓷器吧 鸭子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竹台 竹台 哦 就它拿下来你看这边 里面可以放一个圆形的 它这里面会有一个呃 放竹台的地方 嗯 然后它等点亮了以后呢 因为它透光嘛 这里面有一些呃 露空的 对透框之后 它就不用一朵亮的花 嗯 对对对 会比较好看 就那种光散射出来的效果 嗯 然后本身它就是一个活动的物品 然后还散发的出这种光芒 嗯 它是一对 就就解决你眼光不错 哈哈 这是这是妈妈 这是宝宝 哦 这就是你和你女儿吗 嗯 对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嗯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这个呢 嗯 这个篮子的话 嗯 它有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大的在这里我拿一下 这个大的 这个就是一种 类似于这个 提篮 欧式的优点 是吧 其实它功能很多 你比如说你出去野餐的时候 嗯 你可以带很多 呃外外外外外 外出的需要的道具也好 食物也好 都可以用 嗯 然后你等呃 有鲜切花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鲜花放在这个里面 嗯 你拎在这个手里 这样这样拍拍照 应该也很不错 也很美是吧 嗯 就是可以这个摆放用 又可以食用 嗯 嗯 然后里面的这些 这些 这是糖瓷罐 糖瓷罐 它密封的糖瓷罐 里面可以放一些 食物啊 这里的都可以 对需要有密封效果的那些 所以这个跟他们是一套的吗 不是的 这是我自己搭的 这是天使 就是其实是圣诞 圣诞节期间 嗯 可以用到的一个天使 天使 也是一对对吧 这是一对 这是散剑套 嗯 对对对 嗯 好 我们看到一个好像 今年很流行的这个 毛毡的一个 对 毛绒玩具 这个也是一个 蛮有特色的 哦 还看到了一些 就是动物 你家动物都蛮多的 这个其实是买给我女儿的 这个是在长州下西买的 下西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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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花展 对 有个花展 然后去了以后呢 看到这个 我觉得我女儿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水壶 就是牙虫状的水壶 哦 所以它是个牙虫 对对对 它这里面可以出水 我现在才发现 是的 它是个牙虫 蛮神奇的这个 而且它会这个 动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说月季上的牙虫很惹人厌 但是这个牙虫很可爱 对 这个 亥虫也可以作为这个 主题啊 这个箱子 好像是一个抽屉吗 对抽屉 它里面是可以抽出来 抽屉用的 这里面我放了很多蜡烛 然后这个呢 这个 这个箱子跟这个竹台 嗯 还有刚刚那个牙虫 都是在下溪那边买的 都是在 哦 你很会逃哎 嗯 可能运气比较好吧 正好那次碰到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它是一个四方的抽屉 就是一个储物 是的 储物盒 好 现在正在Coco家的院子里面 喝下午茶 然后 坐在它这个杂货 杂货风格的院子里 就这样呢 感觉非常的惬意啊 那我们注意到 它的院子里的杂货呢 都是属于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哈哈 下场了 我就会下场了 你知道 我就下场了 放飞去 还有你的脸都脏了 哈哈